中华玉文化博大精深 玉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物质图腾 左传记载 国之大事再次与荣 祭祀不但是国家大事 而且是当时的意识形态 皇帝代表国家 祭祀神明 先祖和自然 当然不能空着手吧 因此周礼中提到 以苍碧礼天 皇从礼地 清归礼东方 赤张礼南方 白虎礼西方 玄黄礼北方 这几种礼器 对玉种色彩和气形上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都是精挑细旋以后 以最高工艺打磨的 代表着古代中国人 对神的敬意 这些礼器 在几千年的演化中 不断改变 虽然功能 造型和用料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其产生的玉文化 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心中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所有带玉字的成语中 玉都是宝译 你知道哪些呢 是什么样的呢 是什么样的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